北京时间8月28日晚。 亚运会女足半决赛迎来第二场的较量,由中国女足对阵中国台北女足。最终,实力更生一筹的中国女足,依靠前锋王珊珊的唯一进球,以1比0击败了中国台北女足,以5连胜的强势表现杀进亚运会决赛。 本届亚运会上,中国女足状态非常出色,小组赛三战就打进了25球,并且没有10球,其中一场还踢出16-0的悬殊比分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实力比自己强的朝鲜女足,中国女足表现抢眼,用完胜的方式击败对手,最后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强势出现。 而到了八强淘汰赛上,中国女足面对实力一般的泰国女足,可谓是赢得非常轻松,上半场就两球领先,下半场后半段再进三球一举击垮泰国女足,最终也5-0的悬殊比分晋级到4强。 而今天晚上同样是面对实力平平的中国台北女足,中国女足全场压制,最终也顺利拿下胜利。 好取5连胜战绩打进亚运会女足决赛,将在决赛上碰到日本女足。 在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一场半决赛中,日本女足以2-1的比分战胜韩国女足,连续四届亚运会闯入决赛。 所以这对于中国女足来说,在争夺金牌的路上,将迎来最大的一场应战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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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